满心欢喜来乡亲 空手串门却也不满 你到我这儿拿去网上说 我不说图你点东西 满两个天都能也都好 不着急 我走错道了 晚了 狼情惬意 话头机 一通来电 搅黄了局 咱们这么多人就听他这么点小事 莫得来莫得去 或者是关机 或者马上告诉我 我这边有事一会儿给你回话 多不干好文明 你给你打电话得说完 相个亲咋这么难 我见口腔原来不晚 即将播出 缘分不分早晚只为等你而来 这里是由专注种植芽的国建口腔医院 冠名播出的原来不晚 我是主持人燕子 今天要给大家会儿介绍的是 刘福君刘大哥 他今年68岁 有房 有车 每个月还有5300块钱的退休金 要说大哥条件不错 家里也啥都不缺 但是就是啥啥都舍不得扔 什么老丈的棉裤 父亲的雨衣 还有已经长了毛的褥子 这些都在大哥家的衣柜里 摆了好几十年了 大哥说 自己虽然用不上 但是搁那搁着也不占地方 扔了还怪可惜的 虽然大哥这些年过惯了 这种勤俭朴素的日子 但是他还说了 再找个伴儿啊 我肯定不能苦了他 是刘福君大哥吗 灯这么暗呢 我去啥呢 这门直接开着了 刚回来吗 迎接你们快来了 自我介绍一下大哥 你好 好像元爷那个 刘福君68岁 丧偶 现居住地长春市 住房面积70平米 退休金5300元 平常还放个床啊 放床可以看电视 那平常不是睡这儿啊 我不一定 也是睡里头 那去那屋里我们来看看 好嘞 来走吧 这是客厅 饭厅 对 饭厅 刘大哥今年68岁 他一个人生活啊 有13年了 这房子之前 其实是两居室 后来才改成了一个大居室 虽然地方是宽敞了 可大哥家里的东西啊 是只增不减呢 就放衣服的地方 变入了 这里东西是真多呀大哥 嗯 过去的嘛 这是那个单子 过去的 你看长的毛 我爸那过去的羽衣还有呢 那都得多少年呢 那都得 五六十 五六十年都多 七八十年了 这是羊皮大衣 我老这儿穿才穿的 一马不收拾收拾 你平常也用不上 穿不上的 用不上舍不得了 可是鸽子吧 这是啥 这是盒子 鞋盒子呀 鞋盒子 空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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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盒子咋不 装的 扔得得了呗 舍不得了 哥那个不当害呀 不当害呀 鸽到啥时候啊 等我姑娘来舍拾吧 我舍不得了 刘大哥家里边的东西 不管能不能用 他也从来都舍不得扔 大哥说呀 他打小家里边就条件艰苦 困难的时候都吃不上饭 所以呀 穷怕了 过去都是苦的 我家老家是浩月的 最早我家搁五个 我妈也不上班 我老家地都卖了 我搬到这 搁我们搁我那小 都给带到这个 机场路桥外玻璃厂推煤 才挣五十块钱 我剃头那是一毛五毛鸡 还得奢 开支给 后来刘大哥的生活越来越好 18岁时 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下 大哥进到了汽车厂上班 之后就一直在这干到退休 因为工作带来的便利 刘大哥有玩过很多地方 大哥不好抽烟 不好喝酒 一生中唯一的爱好就是旅游了 所以2013年退休后 大哥也一直没闲着 还是走我买个车 套温泉了 像那个辽宁都开车去 这是垫子 气垫 气垫 这是旅游包装的东西 这是帐篷 这有个大帐篷 这是凳子 这是大闪 这有帐篷又啥的 平常出去也赢了 对 平常又疫情啥的 像郡岛 像那个长北山 像那个西坡 北坡都去了 现在要不是受疫情的影响 刘大哥早就和朋友们出去游玩了 大哥说自己不敢在家多待 因为一个人的时候 总能想起来他过世的老伴 这一想心里边就别提有多难受了 媳妇呢是到今年13年 走13年了 盖儿 胆管 总流医院 哎 一看就晚起了 就因为我那点真能治 我房子卖 我用啥都打 我就都治 愧对他 我以前也细心 那么我写在一起 就买一瓶 咱说那个饮料都舍不得 真的愧对他 一想到这儿 就控制不住 刘大哥总和朋友出去旅游 也是为了排解自己内心的苦闷 这一晃都过去13年了 这些年 大哥从来都没想过再找伴儿的事 但是在今年 身边朋友的一件事 改变了他的想法 我们那个内门 有一个我俩挺好的 他在找酒台的 他说我这有人没 那人不在 我就完了 他说我人不杀不知道 他打电话 找120他就抢就过了 那没人他不死了 所以说我现在就是 也要找一个 我准备找一个也是脱离开的 也想找一个没有负担的 对 没负担的 说走就走 对 身体好的 有双膀的 就是退休的就行 听完朋友的经历后 刘大哥也开始觉得 这晚您生活没个怕 还真是不行 所以他就报名了原来不晚 希望在这儿能找到一位 和他情投意合 相伴余生的人 大哥说最好对方也会开车 这样两个人就可以 一块去自驾游了 那按照他要求的呢 我们的红娘就帮他联系到了 同样住在长春 而且也会开车的 恶书瓶恶大吉 爱的姐 你给我们叫个梯吧 直接上去了 对 叫个梯 恶大姐 你好 你叫啥 混淆圆圆 这家真唱联啊 一进来 没有啥东西 恶书瓶 58岁 黎毅 现居住地 长春市 住房面积120平米 月收入5000元 我家里好像没有啥生活气息 咋的呢 没有啥日用品啥的 不像别人家那么好 咱家瞅着可是挺大 这是 120 120呢 一个人住啊 一个人 哪个是你卧室啊 这边 平时就是就这么按牌摆 摆得这么规矩 也就这样吧 天天就得这样 差不多了 反正往里一推就行了 看这屋吧 这是我的小更衣室 这冬天就穿这些先 你看这裤子啊 同一种料的 就可能好几个颜色 是 它们衣服也是 就可能是同一种款式 一嘴好几个颜色 啥都是 就是颜色多 你在机关 这些东西觉得都挺那个 不花雷火哨的 那咱们工作是干啥 开发区应急管理局 不过是那个安全防护 我一般都是说后勤 贺大姐今年58岁 现在还是在职上班的生活状态 不过还有一年就退休了 到时候每个月能开上5000块钱 大姐说 退休后她啥也不干 头等大事啊 就是学做饭 退休就是第一件事 就是学做饭 不咋会还咋 做不好吃 做不好吃啊 完了做出来东西 我自己都不想吃 平时周一到周五 在单位吃完了 晚间回来 我基本上吃一个点心 吃喝一袋奶 一个水果就是晚饭 然后周六周日 做两顿饭 这边除了大酱 除了大酱 就是大酱 这边除了苞米 就是苞米 确实没有那么多食材 除了大酱 就是大酱 那个饼锅是给儿媳妇准备烙饼的 原来用大勺给烙了一次烙糊了 结果人家没吃 完了我就先买个锅 买锅到现在没烙过 你人也不来了 贺大姐觉得 这辈子最难的事就是做饭了 也不是做不熟 就是怎么做也做不出来好吃的味儿 为此啊 她还买了各种各样的料理书去学习 都是陆续买的 这有菜脯 有面的 还有汤的 使用家庭菜脯 最早买的都黄了 应该是我儿子中学那时候 上高中不得带饭吗 那个时候买完给他做饭 结果我做的不好吃 做完了孩子也不吃 后来别人同事告诉我 就是买那个半成品 半成品做出来也不好吃 后来直接就是跟那个饭店订 晚上孩子上那块去吃 学校附近就是订 一直吃了三年 贺大姐打小在家里就备受父母疼爱 长大后虽然结了婚 但也因为接受不了前夫三天两头的出去跳舞 就一气之下离了婚 两个人的婚姻只维持了四年 之后大姐就带着孩子一起生活到了现在 平常有没有啥爱好吗 没有什么爱好都没有 就是在家跟他抖音就活动几下 十分钟二十分钟的 睡觉之前也就完了 马上要退休了 有没有啥计划 将来要是有伴了 就想去旅游去 每个城市都住一小段 完了尝尝好吃的 最大的心愿就是想吃好吃的 你租不出来就生家就是说 就是可想吃 要是将来有缘分呢 找一个人会开车的 近道就开车 远道完了坐车 这些年 恶大姐虽然是一个人 但这日子也过得顺风顺水 所以才单身到现在 但是前段时间 儿子的一个突发意外 让她的想法发生了转变 就是想找是从什么时候呢 就是今年三月份的时候 三月二十四号 我儿子晚上出车祸 我看孩子在那个椅子车上躺着 衣服上全是雪 给我吓的 当时我就坐地下了 等我到家 我也就躺着就不行了 躺了有一周吧 就是都起不来了 就是有点透支了 我以为我要死了呢 那时我就心里在家里有一个人就好了 经历了儿子那次车祸后 恶大姐就觉得自己是时候该找个依靠了 她也开始向往起两个人互相陪伴 你照顾我 我照顾你 你做菜 我打下手的二人生活了 首先一个吧 得是有演员 我们再一个烟和酒是真受不了 最好是快开车 我们住房呢 得自己有独立住房 条件这方面跟我差不多 那时候我想的是三千以上就行了 我退休工资能开到五千 反我自己的养老金我攒出来了 我要是生病住院 我不花别人钱 完了得会做饭 会做饭挺主要 挺主要 退休的大事就是吃饭 恶大姐对未来老伴的要求不高 只要演员相当 性格合适 会做饭就行 刘大哥勤俭持家 性格温和 开了一辈子的车 那这两个人见面后 会对彼此动心吗 广告回来 相亲开始 你就像家人一样 到动情的时候有伤感地方的 嘉宾你也掉下来 说明这孩子有爱心 的确 我就是红娘梨 眼窝子最浅的那一个 我会因为撮合成一段姻缘 高兴地跳起来 也会因为听到你们的故事 陪着你们掉眼泪 每一次见证幸福和感动的时刻 也终将会成为我最宝贵的回忆 我是原来不晚的红娘孙茜 成一段姻缘 结百年好合 我在原来不晚 努力为你们撮合 哎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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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屋 这边头一次来 啊 头一次 这边从来都没来过 这个能放这儿不 不怕牙 没事 放这儿吧